这个穿业者,接着平板电脑,要去修仙世界吃打鞋 先生,这是什么法宝,飞起来竟是这般稳当于快速 这叫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是了,逆天之气名称大多怪异 借主高明了,那傻子真的去了 我早就说过他脑子不好使,可他又偏偏模幻无比 借主与玄剑宗主有杀户之仇 他带着借主身份去参加盛会 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 父亲,你以为我要杀他吗 那借主让他洋入虎口,是为何意 我赌他不会轻易死去,反而还会让六层动荡不已 然而六层尚未动荡,他的五层却要出大事了 黎月带着绝念仙子,来到了五层借主殿 天塔一定可以助我领悟,先生赐下的心想事成 两位有事吗 刀友你好,我乃太眼教的黎月,想借天塔休息一段时间 想辟吃呢,天塔乃我五层阵眼,岂是你等所能觊觎的 我与你们上一任借主是智耀,就不能偷容一下吗 什么话你都敢往外说,怎么不说上仓是你家 该死的东西,眼睛长屁股上了吗 在下送求,乃五层借主之子 送求小友,我与你们五层借主殿颇有渊渊 想借用天塔修炼一段时间 正愁没有卢顶宏不修为,今天倒是送来了 姑娘什么都不用说,单是太眼教的面子我就要给 那他感谢送求小友了 姑娘先到西厢等候,我这就去安排 黎月姑娘,你到底多大啊,见谁都叫小友 我呀,老妖怪了,你都喝了二十杯了,就不怕撑死吗 这茶水蕴含有无上能量,实属难得 姑娘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可以进入十八层修炼 天塔十八层,有某种特殊秩序法则流转 带动天地间的精气,在这里修行,无意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天塔果然非凡,这里的精气是外界的百倍不止 送求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看起来很瘆人,他身影快速消散,要离开这里 两位好好修炼,再见 不用再见,我们对这里还没有什么了解呢 想你留下来讲解讲解 送求肠子都毁清了,早知道黎月反应这么快 他就不会提前说什么再见 相继做拳套再走了 决念你怎么了,我好像中毒了 哈哈你也喝了一杯茶水,等着体内的力量被化掉吧 那我就先弄死你 黎月姑娘救我,我好难受 不要慌,运转灵力固守本源 没用的,等你们力量被化掉,就将成为我的颅底 我也喝了茶,怎么没有中毒的迹象 会不会是这几个字在庇护我 黎月聪慧无比,冷静下来细细体悟 就算你将毒化解了,也逃不出天塔 照样把你吸得一干二净 心之所想,万事继承 随着黎月一遍遍念来,眼前浮现出天塔的阵闻 他终于误了 原来这是一则念力之法 别再想着破阵嘛,别白日做梦了 不对,阵法怎么再为他所用 天地精华正在被他疯狂吸收 随着黎月扭转天塔阵法 整界精华如惊涛巨浪般 疯狂地涌向天塔,似乎要把这方天地榨干 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他们强行占据天塔 我本想用天塔镇伤,仅没想到反被他控制了天塔 街主,再这样下去,五层知天地精华都被他吸完了 哼,雕虫小技,也敢搬门弄斧 街主,祸不开吗 你主动出来,我可以不追究前面犯下的错误 父亲,他不上当了 你这坑捏货,老子先打死你 道友,就当我求求你了,你出来吧 不好不好,我们才进来不久 五届主气急攻心,他运筹为我决战千 前不久骗来朱大彪,三下神闻奥义 提高天地环境,而今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六层玄剑宗,古一昂然 吃习三人组早已就位 菜没上齐,打包带一紧钻手里 像极了在座的各位 此等美味佳肴,比之仙石还要非凡无比 淡蓝血,怎样才能如你这般装出一副经常吃习的模量 像仙石那样,贤然自得,心无旁骛即可 尽管紫霞老祖在努力,还是被人识破了 你们三个干嘛呢,破山蓝里的响蹭打西 看谁不起呢 赶紧滚,这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 老夫聘生,嘴讨厌你这种势力烟 你且看看这是什么 什么,戒主令,你竟是一介之主 还不快管 对对对,还不快管 五层介主,你竟敢来此 真的我全剑宗没人吗 什么情况 情况不妙,老祖赶紧打包 我的牙齿,我的牙齿在哪里 太他苗餐了,来吃个戏竟被打得慢地招牙 无关人等,速速离场